你真是佛都有伙, 聯合道, 孫道 還有何謀王道 一帶完全唱通, 踩在嘴巴巴聲地去 真是佛都有伙, 聯合道, 孫道 全部唱通, 踩在嘴巴… 你們怎麼這麼說話? 怎麼平時語調? 真是佛都有伙, 聯合道, 孫道… 不是你, 來 真是佛都有伙, 聯合道, 孫道 大聲點 真是佛都有伙, 聯合道, 孫道, 孫道 嘉平, 你聽聽, 是他們了 不是他們倆, 報錯交通 我就不會給你那張鈔牌 不給你那張鈔牌 我根本就不用駕駛那麼快 不駕駛那麼快 我根本就不會撞車… 根本就不會乘的士 不乘的士 我根本就不會留下身分證在車上 不留下身分證 根本就沒人知道我叫丁小嬌 今年三十六歲 還被人說我用假的東西 第一次做節目就失廠 現在…你們倆快出去 那就是… 那就是什麼?明天發落, 出去吧 最壞是你, 叫你去隔壁房拿你 現在沒有了, 糟了 那是你下命令, 叫我去找龍哥搬房 交通料當然是你拿的 還算是氣搏 健蘭姐 健蘭姐, 早安 怎麼會?一個一個站在這裡 姐姐這次真的要幫我們忙了 因為上屋小姐說 我們報錯交通料令她撞車 是呀, 台長我待會慢慢對付我們 撞車的士小, 你們倆氣 我替她的真名, 而且她三十六歲就真 好心她呀, 幾十歲的人 學人扮什麼青春少女 看作名門又用假的東西 東西又假, 人又假 還改了什麼上官名利 其實原來叫小嬌 所以我告訴你, 我們全新電台沒事 幸好劍蘭姐明察秋毫 放心吧, 這個世界很公道 何況這間公司是有紀律 不能讓她一個人手遮天 劍蘭姐, 她現在還跟唐差房裡 你說兩個在這裡搞什麼? 好了…罵她就算了 等一會兒我去炮製她倆的東西 現在還有五分鐘, 你出去準備一下 最重要是不要失場 我現在這樣仰, 你還要我做節目? 沒得商量 現在還有五分鐘, 乖 你做完節目之後 我最好請你吃飯, 來… 番茄?又是番茄? 我這次人最討厭番茄了 要我繼續做下去, 不用自意 番茄, 番茄, 你們倆跟我進來 這兩個給我一點麻煩嗎? 我叫你報交通就報交通 怎麼會被大頭罰出來? 什麼?又是你說我們的收聽率低 就算報錯交通消息也沒有影響 最麻煩她的節目 就被最不應該聽的人聽到 熟龍那個嘛 現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她熟龍 今年三十六歲, 真名叫丁小嬌 還說人家喜歡冒牌的東西 你說Monica聽到不生氣有鬼 我真是被你們倆累死 Monica…家裡跟她很熟嗎? 她們倆盡責, 人家拿個身分證上來 她們豈不是好心去如實地報道 有什麼做錯? 她們沒錯, 難道我錯了? 我這麼辛苦請人家回來做事 就被你們倆惹走, 今早是我錯? 她真的不做? 你們倆也是, 有什麼交通消息 這麼嚴重的事都會報錯? 小嬌姐… 還有, 身份證很私隱的 怎麼大廷說還在電台這樣說出去 你們倆懂得什麼叫私隱權? 大組在外面的時候你說… 你還不拚嘴? 你們倆是真的不能救的 你快出去檢討一下 真的不解僱你們也沒用 你們倆聽著 從明天開始就什麼都不用做 我們那個交通孖寶節目 是呀, 我們的節目沒有了孖寶 外面的節目如果沒有主持人 就真的不行了 糟了, 還不滾出去? 糟了, 現在臨時臨急 你說去哪裡找個名門回來? 老公, 怎麼會沒人呢? 誰? 丸在天邊 老公, 你有事我一定幫你的 正所謂夫妻同心, 其利就斷金 大娘, 怎麼樣?老婆 糟了 我都說熟龍, 火氣很猛, 走呀走呀 簡直好像黑色暴雨一樣 我追了那些小雪這麼久 還以為她真是才女, 很高檔 誰知原來跟我一樣都用心真副 不過以她三十六歲來說 真是保持得不錯, 不說你真是不知道 不知道你們倆這次怎麼收拾呢? 台長怎麼說? 台長怎麼說有甚麼用 最重要是劍蘭姐怎麼說 這原故是劍蘭姐的親戚, 肯定看著她 劍蘭姐 謝謝… 怎麼樣?是不是有決定了? 有了 那怎麼樣?還用問? 有劍蘭姐幫忙, 一定沒有討論了 當然了, 一定會做的 那我們倆真的沒事了嗎? 你們倆有沒有事, 我就不知道 不過我知道我一定會救回這個節目 你這麼不信? 要我繼續做節目, 很困難 弄得我一身爛菜、番茄 一身爛菜只剩下番茄 你怎麼會跟番茄有仇? 看你怎麼死? 沒了我, 看你哪裡找個像我一樣 就是名門淑女幫你做節目 現在就是名門名聚名利圈的節目時間 我就是要給一個名門的節目主持人 由於節目調動的關係 我們公司作出一些特別的安排 也是信眾要求我們找一個更適合的主持 一個更了解男人和女人的節目主持人 這個就是我了, 羅劍蘭 作為一個名門和一個名女人 不是只懂得追名族來就行 在這個名利圈裡, 很多女人很無聊 她以為只是跟男人放下生電 這樣就行,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一個好的名門、好的名女人 除了家庭要有承擔之外 在她工作上, 她也要盡忠職守 好, 像我這樣, 我做了我工作這麼久 我從未試過… 臭婆娘, 那你踩我 有位聽眾打電話來 我想大家很同意我剛才所說的 好, 我就接聽聽眾的電話 我們大家一起來討論吧 你們搞什麼? 又說過節目是上官名利做的? 由於節目調動的關係 但是我們公司作出特別的安排 也是信眾要求由我主持的 你閉嘴吧, 我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說話又不好聽又說話 叫上官名利來吧 該死的位置 以為這樣就可以做名門 娶到我的位置沒那麼容易 怎麼可以成為一個時代的女性 我是播音界的名女人 絕對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名門 我做了節目二十幾年 在我所有的節目裡面 很多都是高句收聽榜的榜首 絕對我稱得上是名嘴 尤其我對名利虛的東西特別了解 我是不會用假名, 更加我是不會用假貨 是呀, 越踩越過分 以為我無法反駁就去亂踩我 豈有此理, 再打電話給你 是呀 這位聽眾, 現在到你了 你就是羅劍蘭嗎? 你算是什麼名門? 我當然是名門, 起碼你也知道我的名字 那名門入門資格你又知道嗎? 要有學識、見地和個人風格 絕對不是普通一個住家女人 可以勝任的 聽你這麼說, 你一定是沒有老公的 現代女性結不結婚根本不是什麼問題 那就不是這麼說 別說了, 問題在於你究竟沒有男人要 不然男人不要你 你說什麼?你這次毫無見識 怎麼看你當主持? 我不會當主持? 我是你犯賤, 打電話來讓我罵就真的 看我的線?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鈴鐺, 訂閱吧 我會,你會不會看更多TVBUSA官方 你還是走得… 我會,你會?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